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 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 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 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 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 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 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 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Solisha 我是Eason 6月份来了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非常非常明显的变化 那至于我的话 我真的是在生活中就看到了我的天 真的是变化蛮大 那如果你要是在美国呢 或者你不在美国 你有看过我们的节目 你就会知道6月份是什么呢 是变性人跟同性恋 这样一个LGBTQ 他们自称的 还有政府告诉他们的 说6月份是他们的庆祝的月份 那么呢 在这一个月份里面 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在全美各地呢 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而且更有非常非常多 骇人听闻的新闻出来 那真的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在这里呢 就只能给大家捡几个 就是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是一个新闻急紧 那么第一个新闻呢 讲的是说什么 在这个加州 在旧金山 有一个男人 在3月份的时候呢 他就赢得了旧金山的选美小姐比赛 OK 男人赢得了选美小姐比赛 然后呢 他就有这个资格 可以在下一个月 争夺加州小姐的冠军 那么这位男士呢 是在这个比赛历史啊 99年有史以来 第一位男性赢得了小姐的称号 这个世界不断的在鼓吹 女人不够好 然后就是男人比女人更漂亮 男人比女人更好 对 我超搞不懂 为什么他们会要这么一直推崇 做自己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你这样子 你把你的这个东西切掉 然后你说你是另外一个性别 然后去参加一个比赛 好像是一个多么有勇气的一件事情 不是男的你想参加比赛 你就是参加健美比赛 一大堆男人的比赛都可以去参加 你干嘛把自己装成女的 然后跑来弄什么悬美比赛 对 然后我最受不了的就是 有这么多的女人 支持这个样子的行为 太多的女人在支持 这些变性人 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他们是第一个觉得自己不够好吗 还是他们觉得说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 反正我是觉得是 这些支持变性人的女人 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 他们以为这些男人变成女人 其实是在推翻父权主义 或是男权的这个东西 然后好像是在帮女人做什么 但其实不是 他是在夺取了这么多女生的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行为 而且那些变性的男人 一点都不好看 一点都不像女人 肩膀就是这么宽成那个样子 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奇怪 对 很多什么台湾人去什么泰国一趟了之后 就说什么 那边泰国的那个人妖 他们比女人还女人 我告诉你 我去过泰国 我也是抱着这个样子的想法 去看说 看着比女人还要女人的男人去看的 我一看就知道谁是人妖 谁不是人妖了 真的吗 对 一看就知道了 真的一看就知道 所以就是男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就是个男的 对 那个肩膀的那个宽度 然后呢 他的那个脸型 然后你的变性人长得其实都差不多 那个样 因为他们都去整容嘛 所以说 你一看就知道那个女的怪怪的 好 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二条新闻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佛州的州长 签署了非常多保护家庭 而且是保护儿童这样的法律 那么呢 佛州州长在5月17号 刚刚签署通过的一个法案 叫做SB254 那么这个法案呢 说的是禁止医生向未成年人 开青春期组织剂和跨性别的激素 并且呢 如果要是有医生说 他要切除掉人体健康的器官的话 那这样的手术定为刑事犯罪 那么如果要是违法了这样的法律 将会终止这个医疗从业人员的执照 非常好的一个法案 而且是非常有勇气哈 但是呢 这样一个刚刚图过半个月的法案 在周二被联邦的一个法官 这个法官叫做Robert Hinkle 叫停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裁决中认为说 性别认同这个事是真实的呀 的确有人需要 就是需要被切掉健康的这个正确的部位呀 他们就是需要往人体里面打这种让你身体受害的这种液体呀 尤其是对于小孩来讲 他们也都是需要的呀 于是他的裁决将暂时停止 已经通过这样一个法律 而且是允许孩子们继续接受青春期的组织剂来注入到身体里面 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糟糕 而且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各位要知道 佛舟这边的这个东西 它不是说不可以变性 它是不可以小孩变性 不可以把小孩 把这个青春期制止剂打到小孩的身体里面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 我不敢相信为什么会有任何的人去反对这个样子的一件事情 这是在促使儿童变性 这是在鼓励儿童变性 然后这是在佛舟州长在做的事情 是阻止了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法官 联邦的法官 可能你仔细去查一下 是不是索罗斯资助的 I don't know 大概90%大概是 但是他却会这个样子去裁决 左派很喜欢说你是医生吗 你是什么护理的治疗师还是什么东西吗 你读过生物学的博士吗 对 那法官读过吗 为什么法官可以裁决 那法官裁决说他就是好的 然后只有依照他们的想法 然后只有完全不依照任何科学的证据的时候 他们才会觉得是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 这件事情是非常极度糟糕的 通过这个法律是佛舟的议会通过 然后佛舟的州长签字 这就是一个法律了 然后法官联邦的法官说 你不可以立这样子的法 你要这样阻止的话 也是佛舟的法院先去阻止 联邦的法院才应该有权力去阻止才对 但是没有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样子是应该的 对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当大官的人就比较聪明 因为这些人一甩就甩出很多学历 不管你说哈佛的还是怎么怎么样 好像这些人 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说 世界上没有两种性别 但是如果看我们身边的例子 其实你就会知道 很多法官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尽管很有可能 他的学历很高什么的 但是他的非常愚蠢 举一个我们local最简单的例子 周本利 你还记得吧 周本利这个人 他现在就直接好像被纽森指定为是法官 他是直接被指定的 那你这样的人到底要怎么给他弄下来 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quisition mark 就是如果直接被周长指定 你就去这里做法官 那你知道周本利这个人 我们接触他看来 或者是他以前当49区的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跟赵伟心他们关系都非常密切 我们研究他 他是极其愚蠢 而且是非常坏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你不管是他当多大官人 听个法官他就厉害了 或者他什么 一业颅毕业的 什么怎么样 其实都不是 你看像这样的人 居然能够有人 愿意说让小孩 继续施打这种对小孩的针 这是什么样的人能够 就是你会为这些孩子负责吗 很显然这个法官他不会 而且这些孩子 哪怕以后被打完针了之后 他自己都不会记得 谁曾经对这个法案 做了什么手脚 谁阻止了这个法案 他们都不会记得 他就是成了一个默默的在干坏事 还没有人记住他干坏事的 这样一个人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很多时候人会说 法律允许 那就是可以的 法律允许抽大麻 所以大麻对人是无害的 法律允许说 你去打青春组织剂 那就是OK的 哪怕我以后反悔了 我再让他继续成长 都可以 No 这全部都是假的 就是你打了 那就是慢慢就是停了 这对你的身体 就是没办法 你个子也没有办法长高 你的第二生命 也没有办法发育 哪怕你以后停了 两三年以后停了 这都是你没有办法 弥补回来的 所以 就是我们看到 这些真的是在上长层人 可以做这么坏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要是 对法律相关方面 有研究的话 你也可以 跟我们留下言 我们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就是像这种 被指定的 或者什么的 到底怎么样能够 把这个人给拿下来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 开会有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新闻 就是说 亚历桑那种 因为现在交易开始了 所以全国各地 尤其是比较蓝的地方 都开始搞这个 像是这个LGBQ 这样庆祝的游行的活动 那像亚历桑那州呢 就举办了一个说 号称适合所有年龄段 你要记住啊 这种活动里面 他们很多都说 适合所有年龄段 为什么 因为这种活动 根本就不是针对大人的 这种活动 就是针对小孩的 他们就是要污染小孩 让小孩从小就看到这些 性裸露 然后暴力的 这些性变态的东西 他们就是为了 要洗脑小孩 所以你知道 他只要一打通说 适合所有年龄段 你就知道 OK 完了 这就是洗脑小孩的 一个东西 那么亚历桑那州呢 这样一个活动 说是号称适合所有年龄段 而且他们欢迎孩子 一起参与的一个 骄傲派对上面 请来了一个歌手 这个歌手呢 上台就唱了一首歌曲 这个歌曲呢 就是关于刚教的歌曲 那这一个说唱歌手呢 名字叫做Brandon Hill 他的艺名叫做Real X-Man 他唱的这首歌曲呢 就是说这个 什么通过性行为呀 要将异性恋的男人 变成同性恋的歌曲 而且呢 他还在台上呼吁说 你们要投票给民主党人 那么呢 让我其实感觉到 最恶心最难过的 就是真的是在现场 还真的有不少的家长 带着自己的小孩子 来观看这样的表演 让他们跟这些同性恋 还有变性人的人 一起跳舞 中文字幕录音乐 我之前有報過類似的新聞 反正就是2024的整個 他們民主黨的platform 就是在推行這個東西 跟他們之前一樣 他們就是要把這樣子的東西 透過選舉帶給所有的人 然後說他們這樣代表包容 這樣代表是多元各方面的 跟所有我們之前被騙的方式都一樣 他們只要標榜著一個很棒的東西 然後說什麼 這是多元 這是包容 這是什麼什麼什麼東西的 然後別人就會投票給他 我覺得有太多的人被這樣子被騙 太多的人願意被騙 太多的人只聽到這些東西 好像很好聽 然後就覺得說 剛教很好 把這個直男掰歪很好 有太多這個樣子的東西 你會發現只要越性解放 越沒有道德的一個東西 然後別人就可以把他話說成是自由 然後只要有任何約束 讓他說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身體 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信譽 各方面的東西 就是會變成是一個信仰上的一個 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一個壓迫 那這個人這種饒舌歌手 就是到處的在去做那個樣子的事情 然後為的其實就是要推翻所有的價值觀而已 那除了說在他們這個亞利桑那州之外 大家也應該感覺毫不意外 就是在加州 尤其是在好萊塢這個地方 他們一定會舉行這樣的party 那麼在好萊塢也有所謂的這種家庭友好 家庭友好的LGBTQ游行 那家長們呢 真的是把這些孩子暴露在極其恶心 而且是危險的環境當中 你說我都不知道 就像這種游行裡面 怎麼會有人去捉狗啊 你知道像這些人 他們真的是變態 他們不是 他們真的不是說 我們要大家接受我們 我們要平權 你如果去看這個游行 他們真的不是說在搞那些平權的東西 那跟他們講的差太遠了 那男的都穿成那麼暴露的樣子 然後所有人就是那種非常變態的性癖好 就在那麼多人面前毫不羞恥的表演 而且下面很多小孩 而且這些人就是 把自己穿成那樣子 頭上就戴了一個狗的頭罩 然後在地上趴著裝狗 然後這些家長會讓這些小孩 去摸有這些成熟的穿著暴露的男人 裝成的狗 我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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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我們常常一直在講說 學校怎樣怎樣 其實現在在加州有非常多的父母是 有非常非常大的問題的 如果說我們要保護小孩的話 我們甚至應該要立法 要來禁止這樣子的父母去洗腦自己的小孩 但是這樣子就觸犯到父母管自己的小孩 教育自己的小孩的一個權利 各方面的 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兩難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正確的事情是正確的事情 錯誤的事情是錯誤的事情 我們現在 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知道 這個樣子出去穿梭成那個樣子 不是一件正常的事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要特別辦一個活動 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這樣的活動 你如果說是在一個晚上11點 在Pasadena的某一間酒吧裡面 你這樣子做的話 那就算了 真的就是說 該發生在妓院裡面的事情 就在妓院裡面發生 對 你不要真的大白天 拿到所有公共場合的地方 去做這種事情 對 那你會看到他們的目的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針對小孩 就是要弄小孩 就是要把小孩信洗腦 就是要把小孩用說 那個樣子的生活是正常的 這是一個很變態的一個心理學 就是他們想要做什麼 他們想要弄了各式各樣的東西 他們就是想要推到小孩的身上 因為 小孩做的話就表示這是平常的事情 然後大家都應該要接受的事情 小孩你在那邊做一些很蠢的東西 那邊玩泥巴在地上滾的話 It's silly 但是 acceptable 小孩在那邊裝狗 哇哇哇哇哇哇哇 你會說你幹嘛要裝狗 你是人 但是 他們就覺得就是 他們這樣裝狗也是 I don't know 反正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變態 特別是在我們加州 所以說我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對 而且呢 真的就是不光是社會上有這些活動 如果你 還是不知道學校在發生什麼的話 那你真的是在這個月份 要好好去看你小孩上學的這個學校的網站 要好好去問 小孩說你們在學校里到底學了什麼 要好好去看一看 學校里面到底都挂了什麼棋子啊 尤其是說學校的網站這些東西都要看 那麼這個LGBTQ呢 這個驕傲院 學校對這些事情到底怎麼看呢 如果你的孩子啊 還是在公立學校上學 那麼下面的新聞會讓你知道 你的小孩在學校都在做什麼 洛杉磯聯合學區是美國的第二大學區 有超過50萬名註冊的學生 那麼洛杉磯呢 也是非常非常多華人居住的地方 也是很多很多新移民 來到美國首選的落腳的地方 那麼你在這個洛杉磯聯合學區的這個網站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學區在這裡鼓勵學生 還有學校一起來慶祝交奧院 並且告訴學生說 你們可以來圖這個 就是有那個本啊 已經畫好了 你可以往上面圖顏色啊 那這一本呢 就是LGBTQ的這樣一個圖色的畫本 那麼在這個畫本裡面呢 其實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就是一直把它看下去好了 這個我們可以在螢幕上面 給大家放一些這個截圖 可以看看畫本裡面 就讓小孩圖畫的都是什麼東西啊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本裡面 第一個人 其實裡面放的都是人物了 你知道有一種模範的榜樣的力量 就是這種東西 那麼這個畫本裡面呢 整個都是講就說 這個人是歷史上的誰是誰 這個人是出名的名人等等等等 就是這些人 他們都是同性戀 還有變性人 但他們是非常優秀的 他們給國家做了很多的貢獻 他們是太棒太棒的人了 但是你看他們同學都有一個特徵 就是他們是我們LGBTQ族群的人 那他們這個畫本裡面 第一個人 這個人我其實不知道是誰啊 叫做V1 這個看了一下說 這個人呢 他是一個原住民 這個人所屬的部落叫做Zuni 他是Zuni部落的一個原住民 那他在這個會本裡面呢 被人形容成說他是一個雌雄同體的人 就很明顯他大概看起來是一個男人 但是他又打扮得很像女人 所以他們就說 下面就寫說太好了 說這人太好太好了 這個很棒很棒 然後就是讓小孩去塗這個顏色 那麼之後呢 又講到一大堆的這個同性戀跟變性人 都是歷史上的大英雄等等等等 那就是用這些來給小孩們洗腦 因為小孩需要有榜樣的力量 對吧 小孩知道說 誰是誰 我小時候接受的教育也是這樣啊 說什麼抗日英雄啊 誰是誰等等等等的 都是列宇一系列的英雄 然後我告訴你說 他的國家做了什麼貢獻 那麼現在在美國 他們學習的這些愛國的英雄也好 自由方面的英雄也好 就都是同性戀跟變性人 也就是說好像是這個族群裡面 出來的英雄就特別多 嗯 啊 然後就這個族群的人 就好像比普通人就更加的了不起 所以他們是一直在說 這個太好了 你要是想加入這個族群 你也可以 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的條件限制 啊 啊 你只要變成那樣就可以當英雄了 是 OK 其實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們的文化敬拜什麼樣的英雄 我們的文化就會變成什麼樣子 在家教育的那些小孩 他們會看的那些書是說 保羅以前是怎麼傳道的 還有那個彼得以前是怎麼傳道的 這些使徒到時候是因爲什麼殉道的 到時候是因爲什麼死的 那這些會在他們心裡面 樹立成一個英雄的人物 就是我為了神 我要打到一個什麼 我哪怕犧牲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等等等等 他們的這個英雄的概念是建立在這個東西上 像迪士尼啊 還有漫威啊 他們會這麼處心機率的開始把我們這個 以前的這些英雄人物 變黑 變gay 然後變什麼什麼什麼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都是他們有一個議程在這個地方的 他們就是要把我們的社會 建立成一個崇拜那個樣子的英雄的一個方式 是 那除此之外呢 我上個禮拜六去修車 結果那個修車場旁邊就有一個 是Arcadia 就是在Arcadia 在這個是洛杉磯縣的一個圖書館門口 那他就掛了國旗嘛 掛了美國國旗 掛了加州國旗 我在往那邊一看 還不是我看見的 是Priscilla看見的 就說你看那有個LGBQ旗 我一看說 哎呦我的媽呀 LGBQ旗啊 在洛杉磯county的圖書館門口 在這裡掛起來 那我們就說 哎 我們就進去看一看吧 結果真的是一進去之後就發現 這真的是一個被覺醒文化洗腦的地方 那一進去門口呢 就看見掛了一張畫 這個就是女權主義的畫 上面就寫著說 投票要投給女人 然後要這個平等要自由 兩個人搂著在街上走啊 後面一堆人在街上好像遊行一樣一樣的啊 上面寫著說 投票一定要投給女人 啊 那裡面呢 再往里走 有一面墻 就是專門給驕傲院 上面就掛的那種彩虹啊什麼的 就是我們慶祝LGBTQ的月份啊 上面有一些書啊 上面也是列舉說 歷史上有很多英雄的人物 說哦 這些人的好厲害 好厲害 他們都是變性人和同性戀呢 而且在這個圖書館裡面 我們還看到了 就是給 all gender 就是你不管是啥性別 对吧 所有的性別都可以使用的厕所 那說擺在這個廁所裡面進去的 就可能是變性人的 同性戀愛就是就是這種東西吧啊 那我們把廁所門打開看了一下 就是女廁所 嗯 裡面的構造就女廁所 因為男廁所會有站著的那種小便池嘛 這個廁所裡面打開沒有 它就是一個普通的 然後有一個馬桶的這樣一個廁所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它門口 它那裡就有三個廁所 一個是男士廁所 女士廁所 還有一個就是所有性別可以使用的廁所 嗯 然後我還看到有爸爸帶著小孩子 在這個圖書館裡面 在裡面看書啊等等等等 但是其實如果你要是仔細去發現 你就會發現這裡面有非常多覺醒文化的東西 真的是很多很多 但是可能很多家長都不知道 很可怕啊 那麼呢 我們看到說現在有很多覺醒文化這樣的洗腦嘛 那尤其是在這個月份 那很多家長真的就是坐不住了 因為自己的孩子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去上學啊 所以在洛杉磯的Glandale 就在我們西邊一點的這個城市啊 有亞美尼亞還有西班牙裔的父母 他們就聯合起來在校委會前面抗議 因為校委會呢真的就是要完全執行洛杉磯學區的命令 用這些LGBTQ的東西給小孩洗腦 所以呢 這些家長真的就是說 我要去發聲 我不允許你們學校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當時呢 道場呢 其實大家也能想得到一般這種場合 道場呢 就不僅僅是說在乎教育的父母 而且還有極左的國內恐怖分子 安提反 叫不 pert 你不要 你不要 就不要 對 你不要 不要死你 pa 不要死你 快 vir开 ями 不要拼在 공 不要扼在 我k估先 rack 给我 放进 他 我 我必須說啦 就是我身為一個父母 我可以完全了解 他們為什麼這麼生氣 那他們為什麼 我不是父母我都能 對因為你的小孩 真的在這個樣子的環境下面 然後真的是被 真的是被洗腦 你的小孩或許很好 你或許有從小教導他們 就是聖經的價值觀各方面 他回來開始問你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真的是會覺得說 你在學校我送你去上學 為什麼你不是英文變更好 為什麼你數學變更好 全美國的數理各方面這些東西 文學的這個程度 是一直在往下掉的 美國在學什麼 那麼除了這個在加州 洛杉磯格蘭道發生這樣的事情 同樣在馬里蘭州 你就別說基督徒了 穆斯林也受不了了 而且穆斯林的媽媽全部跑來抗議 在穆斯林社區 這些媽媽就出來反對 LGBTQ的旅程 靠北風格蘭道發生的聲音 the wool farming is non alive anymore because what has happened is they came after the kids and so I agree with the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of many people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muslim community but what I do believe in is parental rights and I want you to meet some of the people here you can see a diverse crowd of many people 我们下期见 水战小 için benefit better right so what is it these are parents who want the right to opt out their children from the speech you'll see that it is completely out he can dominant 其實我看這個真的是有很多感觸 因為我們一直就在想說 就是基督徒要有勇氣 我們是萬君之耶和華的聖民 去跟敵人去拼鬥的 我們的聲音是要被聽到 我們的聲音一定要被聽到 我們的價值觀一定要被聽到 我們在一個混亂的世代當中 我們在一個搖動的社會當中 我們的光是要在磐石上面 讓所有的人看到的 如果說我們沒有起來去做這些事情 如果說我們沒有勇氣去做這樣的事情 穆斯林都做到了 為什麼你做不到 你擦他們什麼 你怕被攻擊嗎 他們已經會攻擊你 而且他們只攻擊你 穆斯林出來去反抵抗他們 他們還是會攻擊基督徒 這個就是美國現在的世代 很大疑似的人是 還在迷糊的過程中 還在蹦蹦蹦蹦 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 他一看就說 哎呀美國呀 你看這個天也藍呢 花也香啊是不是 哎呀歲月靜好啊 我們可來到一個美麗的國家了 這孩子上這啥都免費 去吧去吧去吧是吧 這家長要明白現在到底發生什麼東西 而且他們真的要明白這種文化的危險性 而不是說哎呀挺好啊包容啊 雖然中國沒太有這種事 但美國有這哎呀做到不同國家不同文化 可能老外就這個樣子 那要明白這種文化的危險性 好的就是好的 不好的就是不好的 不是說一個事拿到中國 它就是好的 到了美國就變成好 這跟地獄沒有任何的關係 好的就是好的 就像殺人在哪裡都是不對的 像這種洗腦小孩 你不管放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它都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用正確的 剩下價值觀 還有方式 能夠先教育家長自己吧 讓家長自己知道明白說啊 這裡真的就是有一個明確分辨 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的 那這些不對的東西 我是否願意讓這些人來洗腦我的小孩呢 那如果你是真的很愛你自己小孩的 你是很寶貝的 你會覺得說哎呀當然不行了 這種東西我都不能夠接受 而且它是完全錯誤的 我就是不能夠讓這些人用這種東西 來洗腦我的小孩 我覺得讓他們有認知 就是有事情在發生 然後這些事情是不對的 這個大概是先第一步 有了這個之後 才能夠有之後的一些行動 對這個真的是感觸很深 因為我們有見過太多的父母 就跟我這個年紀的這種父母 就帶小孩的 這30多歲80後 對天哪 然後他們對於現在的事情 完全不了解 對完全不知道 他們覺得Arcadia High 還是跟之前的一樣 最多就是幫派問題 打打架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男生就是在外面抽抽煙什麼什麼什麼 現在這已經算是好的了 現在他們都是吸毒 濫交各方面的東西 我們不能再自己騙自己了 我們基督徒不能再自己騙自己 我們父母不能再自己騙自己 我們的小孩就是在被摧殘當中 我們的文化就是在被摧殘當中 我們了解這個世界上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去解決 一天大人幫自己找理由 我還是要上班 對不對 我還是要怎樣 我的小孩不會 這種事情不會輪到我的身上 很抱歉 我們見到太多比我 就是稍微年長一點的這些父母 他們現在想要翻轉什麼東西 但是已經太晚了 他們的小孩已經被洗腦了 他們的小孩已經變性了 他們小孩甚至已經開始施打 這些變性的激素 然後開始做變性的手術 然後他們的小孩離開他們 政府把他們的小孩拿走 只為了要讓這些小孩去變性 他失去了跟他小孩的時間 他失去了跟他小孩的生活的模式 然後他的小孩繼續的被這樣洗腦 然後恨他們自己 恨他們的宗教 恨這個東西 我上次聽到一個故事 就是那個小孩跟媽媽說 那個小孩讀社會學的 如果你的小孩去讀社會學的話 你就知道說 你千萬不要讀社會學 社會學一點用數都沒有 你不用任何的這個東西 你就知道社會怎麼運作了 你只要看聖經就好 聖經就是個最好社會學的這個東西 那個小孩就說 媽媽 我好恨你這個樣子的人 你就是我天天在我的工作上面 想要消除的人 這樣子的話是多麼可怕 你要你的孩子變成這個樣子嗎 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就要先去了解他在學校學什麼東西 所以基督徒要勇敢的面對這些東西 這個時候不是只禱告 只交托的時候 更是勇敢面對邪惡的時候 我們要去真正的來面對邪惡 我們看到邪惡的時候 我們要指出來 我們不能再說 這個東西 很多東西都是有兩面的 對不對 這個東西 有些東西算邪惡 有些東西不算邪惡 邪惡就是邪惡 我們太少使用這個字 我們這個字好像變成只有在 那個什麼卡通裡面才會出來 哈哈哈哈我是邪惡的大魔王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邪惡就是邪惡 我們要把邪惡指出來 我們要把邪惡看出來 我們要認知邪惡 像現在發生的事情就是邪惡 這些變態想要洗腦小孩就是邪惡 想要信化小孩就是邪惡 想要信化任何人就是邪惡 想要把什麼直男掰歪 這是多麼邪惡的一個想法 我們要講出來 邪惡東西是邪惡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解決前面的邪惡 如果我們就是不看 就是說我們都不要管 都兩面 我們兩面都要知道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小孩變性或許也是好的 小孩變性什麼什麼 他上輩子這輩子什麼東西 沒有邪惡就是邪惡 還有就是教會 不能把這樣的東西 當作是政治避而不談 因為尤其現在是在教育院 現在六月份 滿的街你都能看見 這樣東西的時候 那麼現在就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用聖經的真理去教導會眾 如何去看待這些事情 以及如何面對這些問題 不能只是牧師自己明白 不能只是牧師自己知道 這些事情都是他們需要明白的 你如果不教 那他們學就是從撒旦那裡學 他們就是從世界那裡學 那你也很難怪他們說 為什麼信主了五年之後 就是變成了一個左派幾個組 你這個不能怪他們的 因為你教會裡面不講 因為你沒有講什麼東西 它是真理 所以他們就會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做聽來的 不管是網上聽來的 或者別人看到 他們就以為那個東西是真的 因為教育真的是一本 又真又活的書 我們的神也是 真的又真又活的神 他教導我們東西 不管是說在以前的這個世代 不光光只是在什麼 摩西亞 以利沙 以利亞他們身上有這樣的神奇 在我們的身上 同樣的 還是一樣的事情在發生 所以我們真的可以按照這本書 活出真正的基督族的樣式 我們也希望教會裡面每一個弟兄姐妹 都可以用神的眼光 去看待每一個現在發生的問題 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到底是怎麼樣 你在教導孩童的方面 你到底是怎麼做 所以這些是由教會 用聖經的真理 掰開了揉碎了 去幫助這些吃奶的婴孩 讓他們可以在神的裡面得到真理 得到未然 而不是說只讓他們一味的體會神的愛 那這樣的話 他們就會造成一個誤解 就是說因為神愛我 所以我做什麼都行 因為神愛我 所以我可以無所忌憚的 去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 不要給他們造成這樣的誤解 要讓他們知道神愛我們 而且神為我們舍命 那我們要按照神的話語去生活 我們要做和神心意的人 所以呢 教會 真的這是一個非常好 可以教導他們的時候 每個人在這個時候都感覺非常confused 你開車一出去 就到處看到這個殘忍器 對吧 包括像這些年輕的家長 大孩子是圖書館 你也看到這些東西 那當他們疑惑的時候 教會就要給他們解答 就是為什麼 社會上面 世界上面 像在美國上面 會出現這樣的東西 你作為一個基督徒也好 你已經被神的保險 買负的人也好 你對這種問題 你應該如何看待 你自己有了正確的觀念之後 你要如何教導你的孩子 真的就是 教會不給正確的教導 他們就不明白 他們就會認為說 聖經的教導是非常局限性的 聖經教導 我只是 沒錢的時候我求求上帝 我沒車的時候我求求上帝 我所有的事情 我家車庫門壞了 我祷告一下 神就送一個人給我來修 不僅僅是這樣 他們真的把神福音的大能 給非常非常局限化 不是 神真的是給我們一條 通往天堂的階題 讓我們可以在 每一個事情上都遇見他 而且在每一個事情上 都用神的心思意念 去考慮去思考 而且去面對 所以這是正確的教導 正確的教導 聖經的教導 涵蓋到我們生活中 所有的方面 不僅僅只是在教徒崇拜的時候 所以教會有義務 有責任 將神的真理 解開剖析 餵養給他們 讓他們明白 讓他們知道 什麼是正確的 我進入床牧師之前 有過一個比喻 就是在世界上太多的 這種迷惑人的東西 那你怎麼分辨什麼真的 什麼是假的 就當你知道真超是什麼樣 你就可以知道剩下的都是假超 所以讓他們明白真理是什麼 其他的就都是假的 他們自己就會分辨了 所以要避免他們接受 從世界 從大旦那裡來的教導 讓他們真正的所有的心思意念 能夠更新 那教會就是要給這樣的教導的方法 那剛剛你講到 就是很明顯這些活動 全部都是針對小孩的 那我們要保護小孩 我們要在家教育 我們要奪回小孩的教育權 這一點是我們不斷的強調的 正立新牧師這次來 給了我們非常大的一個鼓勵 而且你去看崔浩澤這個頻道 裡面那些小孩 你就可以知道 他的努力是有成果的 而且他是有目的去做這些事情的 很多這些小孩比每次去教會 然後是參加主日學 那些人的想的東西多多了 他們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在家庭教育裡面的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們執行家庭教育 只要父母可以開始在乎自己孩子的教育 只要父母可以在乎小孩在學什麼 而不是直接把小孩丟給學校 然後希望學校可以把你的小孩拼拼湊湊變成一個什麼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當父母開始真正的用聖經的價值觀 用聖經的教導 跟以前一樣 跟在公立教育出來之前的所有父母一樣 公立教育只是在地球上不到100年的歷史而已 跟在這2000年5000年這些歷史上面所有父母一樣 如果我們親自的去救我們的小孩 如果我們親自的去教導我們的小孩 政府拿這些東西 政府現在做所有的東西 這些變態驕傲越在做的事情 對我們的小孩會一點影響都沒有 因為他們的關係跟我們是好的 而不是跟政府的關係是好的 而不是跟那個什麼變態叔叔的關係是好的 而不是跟什麼一個男的在地上撞一隻狗的那樣的關係是好的 我們要教導我們的孩子 我們要奪回我們的教育權 我們要在家教育 或許會很辛苦 或許會少一份收入 或許會怎樣 或許會怎樣的 自己出來創業 自己出來獨立 然後自己出來帶你一個小孩 你有義務 這是神給你的禮物 孩子是神給你的禮物 是給你最好的禮物 你這一生當中最美妙的一個人 你的copy 你有義務 要帶他變得更好 你有義務 要教導他 然後幫助他找到你人生的命定 為什麼我們這一代的小孩 我們常常不知道幹什麼 我們常常活著沒有目標 沒有命定 因為我們的父母不在我們的身邊 我們的父母不知道要怎麼去帶領我們 我們的父母覺得說兒生自有兒尊福 你這個小孩活到一定程度 只要跟著學校一直學就好了 導致我們這一代的小孩最多媽寶 然後最沒有方向 然後最不知道要幹什麼 有這個樣子的原因 是因為小孩沒有父母教 小孩被學校的Materialistic教的 小孩被我們的社會教導的 我們需要保護我們的孩子 幫助他們找到命定是父母的責任 教會常常說是命定 但是父母可以幫助孩子找到命定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Homeschool 特別如果你在加州跟我們一樣在加州的話 不要把你孩子的教育丟給任何的人 任何人都是不值得相信的 嗯 對 啊 那麼我也知道啊 暑假現在就開始了 那很多教會呢就有很多這個暑期班啊 以及這個短期的宣教等等 抓緊這樣一個機會 讓小孩可以明白更多聖經的價值觀 以及如何在生活中 方方面面都做一個真真正正的基督徒 啊 因為教會會提供這樣的一個機會嗎 那是很好的 可以讓教會裡的小朋友大家在一起 然後一起去做一個事工 或者一起去學一些什麼什麼 有很多課程等等等等 都會讓小孩學啊 但是真的在這個時候請大家注意啊 各個教會注意 不要引進外面的課程 我指的外面的課程是例如像什麼 迪士尼啊 樂高啊 他們都會出一些這種像什麼 暑期培訓的東西啊 但是大家要非常明白 這些企業是什麼呢 這些企業是支持兒童變性 還有同性的議程的 這些企業是在傷害小孩的企業 所以属神的教會 不要去用這樣的一些東西 去教導小孩 因為這樣的話 你就是間接的支持了這些 傷害小孩的企業 而不是真正的在幫助小孩啊 所以教會呢 要使用真正的基督教文化的課程 我相信這樣的課程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大家要注意在老師選擇的方面 這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或者是呢 你可以按照現在小孩受到的各方面的攻擊 比如說LGBTQ等等等等的這些東西 可以去特別設計課程啊 你可以特別就是設計讓他們明白 神的創造是什麼 男人跟女人是什麼 而且深深的藉著這樣一個機會 把這樣的種子就讓他們扎根在小孩的心裡面 而且從這個機會開始就可以讓他們進行文童訓練 因為這立心牧師也說了 說以前的時候 現在兒童主義學都把這兒童主義學搞得跟世界的沒有區別 小孩跑去畫畫跑去乱拉 但是你看以前的時候 小孩子是跟大人一起聽到的 他們根本就沒有讓小孩跟大人分開 你說小孩能不能聽得懂 小孩是可以聽得懂的 哪怕你說他三歲四歲 這個東西也是在老太耳朵裡面記 他七歲八歲了 很多七歲八歲小孩說話 那小嘴巴巴巴巴的 他自己可有邏輯了 你讓他去聽這些東西 他其實是可以聽得明白的 而且他可以跟你是有一個討論的 那你說從那個時候就開始給他門徒的建 門徒的建造還有訓練 而instead of不要讓他跑去畫畫 或者是唱那些兒歌啊 拍拍手啊 真好啊 亞當下巴呀 書上吃蘋果啦等等等等 對吧 所以真正的不要把孩子想的太傻 孩子不傻啊 而且他們很聪明 他們如果你真的教導他們的話 犀利充滿了口裡就出來 所以用比較成熟的方式去教導他們盛行的真理 不要害怕孩子聽不懂 你可以跟他一起成長 那接下來就是家長要被建造 OK 我們要起來保護小孩 最重要的就是建造父母 還有賭父母 教會是裝備的地方 家裡生活才是實際操練的地方 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要為我們的孩子去裝備 能叫做好的小孩 父母一定是非常非常堅強的 教會要做的事情 裝備父母 然後讓父母親自的去裝備小孩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idea需要被傳承下去 那最後在剛剛的影片裡面我們看到很多保守派的父母在這個學校 校區的門口跟Antifa在那邊打架 這個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我們要在文化還有在教育上面贏得這場戰爭 如果是抗議 當然就是要大量超出想像的這些人數到達現場 和平的舉牌示威 讓他們知道我們是在乎的 而且是憤怒的 但是我們絕對不可以動手打人 也不可以演變成一場暴亂 因為這個樣子也會使自己受傷 而且也沒辦法展現出你的價值觀 更不能展現出聖經的價值觀 如果說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話 你知道有什麼protest的話 請過去拜託你過去 但是過去你是要去傳福音 你是要站在那個地方 常常你的福音傳不進去的 很多的那些神經病他們就是會過來 就是要傷害你就是要來打你的 沒關係 你忍著 你就是要在那個地方 你要捍衛你的小孩 你要捍衛你的下一代 你要捍衛你自己的人生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跟耶穌一樣 在這邊被鞭打的時候 我們不出身 然後我們當一個值得被尊敬的一個人 當我們使用暴力的時候 我們就變得跟他們一樣了 或許有一天 真的會到需要使用暴力的時候 或許有一天美國真的是 你如果不使用暴力的話 他們就把你的小孩帶走 你如果不使用暴力的話 你的家庭就一定破碎 你如果不使用暴力的話 你就會失去你所有的人權 各方面的 就像美國獨立戰爭那個時候 為什麼他們會起來去推翻英國的執政 就是因為英國那時候說 美洲大陸的人全部都是犯罪者 我們要奪走你所有的槍枝 我們要奪走你所有的公民權 所有的東西 你所有在美國這邊民選出來的官 全部都要replace 我們馬上從大不列顛帝國派出來幾個什麼 這個州長 這個市長 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來做你全部的這東西 你們全部的人全部都要給我們管 當這個世界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或許就是你需要使用暴力來守護你的家庭的時候 但是現在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現在絕對不是使用暴力的時候 我們絕對不能讓他們有理由說 你看你使用暴力 所以我可以來打擊你 我們絕對不能當使用暴力的那個人 我們絕對不能當一個aggressor we are protector 我們是要保護家庭 保護價值觀 保護聖經的一群人 所以說我們只能被動的去使用力量 來去保護我們的家庭 對那包括像我們看到很多 Antifa的人或者是LGBTQ的人 他們真的絕大多數人 他們真的只是不明白 他們真的是被洗腦的一群人 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憐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通過我們的傳達神代 我們也希望可以得到他們 我們也希望讓他從那樣的捆綁裡面 蒸泡出來 那最後用羅馬書十五章 跟大家一起來勉勵 羅馬書十五章在這裡說 我們堅強的人要扶助軟弱的人 分擔他們的重擔 不該只顧自己的喜好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為他人著想 建造他人的生命 因為基督並沒有專顧自己 正如聖經上說 辱罵你之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 從前寫在聖經上的話都是為了教導我們 使我們靠著忍耐和聖經的鼓勵而有盼望 但願賜忍耐和鼓勵的上帝 給你們合一的心去效法基督耶穌的榜樣 使你們一起同生送在上帝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別的事我不敢提 只有一件是我津津樂道的 就是基督借著我的言語行為 用神祭歧視和聖靈的大能叫外族人赦福 使我把基督的福音從耶路撒冷一路傳到了以利利谷 正如聖經上說 對他毫無所聞的將要看見 未曾聽過的將要明白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帶著這樣的心智去做這件事情 對啊傳福音是很重要的 然後傳福音是必要的 世上的人 這些人都以為他們在做好事 這些人都以為他們在做很良善的事情 這些Antifa的人打砸牆的人 都以為他們是在為正義而戰 但是事實就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我們要把事實給他們看 我們要做光做眼給他們看 讓他們知道事實是什麼 而不是政府告訴他們 左派告訴他們 民主黨告訴他們 或是學校告訴他們的事實 那些事實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好像很爽 好像這個才叫做自由 有太多的移民來到美國之後覺得說 哇 美國好自由喔 以前我們來到美國的時候 哇 美國的女生可以穿著比基尼到處走耶 美國的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而且那個也一點都不是美國 那是洛杉磯 OK 真正的美國是很保守 而且非常有聖經的價值觀的 我們不要被我們的社會 還有我們的身邊的這些東西來騙到 當你走在真理的時候 當你是個剛強的人的時候 你就是可以去活出最好的你自己 當你把最好的自己展現給這個世界看的時候 就可以翻轉其他人的人生 你不用使用暴力 然後你不用使用辱罵來讓別人順服 別人看到了之後 別人看到了你的榜樣了之後 他們的人生就會自己改變 所以說各方面的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要去傳福音 我們就是要把事實弄給大家看 我們就是要把真正的福音傳到地極 給所有的人知道 對 像保羅在這裡說 保羅說真的就是基督借著他的言語行為 用神際启示和聖靈的大能 叫外族人順服 那很多時候像我們身邊還沒有受洗 或者是已經受洗 但是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的朋友 還有這些敵對神的 暫時敵對神的 希望他們以後可以明白 那真的也是希望神能夠借著我們每一個人 用我們的言語行為 用神際启示和聖靈的大能 叫這些人都能夠明白 而且讓我們可以一路把福音傳出去 那以前對神還沒有看見的 現在要看見 以前還沒有聽過的 現在他們聽了就要明白 這真的是我們 不管是說你是作為一個家長也好 或者是教會的領袖也好 或者是你做各樣的事故 或者你就是在生活中 不管怎麼樣 我們真真正正的 就是要按照神的話語去要求我們自己 要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當這些人看見的時候 他們就說要明白 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希望這個在節目的後面能給你帶來一些鼓勵 新闻或者是發生在你生命中的事情 願意跟我們一起來交流 那都歡迎在下面給我們留言 那我們也有一個在家教育的群組 如果你要是想說 哎呀我真的很想要開始在家教育 但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你呢可以去到正理性牧師那裡 還有初號者的這樣一個事工 專門幫助在家教育的人 或者你要是在南加州 你要是想說 哎我local裡面 我就是想要就參加這樣一個地方 那也好 那也歡迎找到我們 可以給我們發郵件 我們有這樣一個在家教育的群組 裡面有一群經驗豐富的媽媽 可以來幫助你做在家教育的這樣一個決定 或者是教材的選擇 或者是你願意加入到這樣一個群體裡面 都歡迎來聯絡我們 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Felicia 我是Ethan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